走进大红市民活动中心 40多位老师一字排开 亲切为民众提供专业服务 而且一欠全部免费 原来这是由桃园市议员段树文 和慈岩置业协会 共同合作推行的公益活动 6年来陆续巡回巴德各个邻里社区 提供包含推拿、减法、气功、命理咨询 经络条理等服务 当天也正好是母亲节 在地立委邱若华也到场发送康乃馨 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并对于议员和师傅们的议举 感到认同与敬佩 希望未来也能来一同参与 帮助社会不同族群 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民众 现场有一整一项 然后还有一减非常多的项目 那我知道过去 一直都是我们段树文议员 在支持这项活动 和我们的你的副老师 那就是也体恤我们的民众 平常的辛劳 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加的方便 那今天也是母亲节 那若华也要带来我最诚挚的祝福 因为若华认为妈妈真的很幸福 很伟大 育育了我们台湾的下一代 也养育教育了我们台湾的下一代 所以若华要献上我最诚挚的祝福 全天下的妈妈们都母亲节快乐 健康安安健健康康也要都开开心心的喔 而12号所举办的这唱正好是第210唱 别具一番意义 依然也感谢所有老师们无私付出 希望能家会有需要的民众 齐老师已经在做这个公寓 已经做了很多年 尤其在中立 做得非常有声有色 也谢谢齐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在六年前 那个时候我是天公庙的主委 我就拜托他来巴德座 我就这样子经历了六年来 服务了多少的市民 他们的身上 比如说有病痛啊 不服服啊 我们都能够来为他来处理 而且是谢谢齐老师 他们所有的老师都是不收费的 我很感动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继续 不要参与太多的政治 我们就是纯粹为市民来服务 我们杰老师一年做了50场 有24场是在巴德区 非常的谢谢 很真心的感谢各位老师的付出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 为我们桃园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出去 能够扩大到各地方有需要的 我们的团体一直走出去 为大家来服务 事实上许多参与的师傅 都是特地推掉假日开店的机会 先来为民众免费公益服务 团队更是从一开始的十几人 一路成长到如今有200多位 不同领域的老师 可以随时轮替服务 他们也分享参与的动机和收获 希望透过自身的专业和知识 协助民众改善身心理的状态 看到大家变得神清气爽 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因为是早期啦 我因为是一生的痠痛 从头到脚 然后包括那个腰弯不下去 脚也弯不下去 手麻 脚麻 全身都出问题 所以后来呢 我就下定决心去学了调理保健 从此以后就是一直在服务一般的民众 我们每一次疫诊的时候 就是很多种问题的人都有 包括肩颈腰部脚部什么 很多这个几率是都是很大的 所以说我们通常都会宣导 调理后会宣导 平常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正确的行李坐卧知识 也要均衡饮食 还要锻炼 锻炼肌耐力 我本来是做推拿的 后来发现推拿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 比如说一个人的个性 他习惯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做 这时候你说我把你推拿 一个礼拜把你推拿一次 那你回去又拼命做 那又造成你全身筋骨痠痛的问题 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还不如你把你自己生活的习惯改变掉 不要那么习惯常常申请事情 把它操劳过度 很多人来这边刚好是中了眉头 或者是事情有问题 但是一般我爸讲 把事情讲开的时候 都是很高兴的 看他高兴了 我自己也得到收益 我也高兴 那叫做水洗 然后自己在这样 帮人家解决问题的时候 说不定自己也得到启示 目前议员和协会 每两周举办一次这样的公益活动 未来也期盼能走向更多地区 为更多民众来服务 介绍亭台湾报道